夜里妹妹突然尿一袭来 准备去厕所释放一下 但诡异的是厕所的门却突然关闭了 不明所以的妹妹伸手转动房门 可房门却怎么也无法打开 妹妹觉得有些奇怪 于是她壮着胆子俯下身 小心翼翼地朝着屋内看去 不曾想里屋镜凭空出现了一个指人 妹妹顿时背下的大惊失色 然而就在妹妹一脸诧异时 厕所的门竟然诡异地自动打开了 好奇心大起的妹妹 缓缓地朝着屋内走去 却发现房间里空空如也并没有什么异常 妹妹以为是自己多虑了 于是便静止地关上房门转身离开了 但她晚晚没有注意到 此时一个脸色惨白的女鬼 正直勾勾地站在门后 果然下一秒 妹妹就被女鬼附了身 第二天妹妹表现得异常奇怪 原本对姐夫十分冷淡的她 竟然对老黄表现出十分的关心 老黄还以为是因为自己的魅力太大 所以并没有多想 吃晚饭后无聊的老黄 来到楼下的祠堂点了三炷清香 四季祈求神像保佑自己多子多福 然而转身间她却发现 供桌上供奉着的竟然全都是小孩的牌位 怎么搞的 全都是小孩的 抱歉的不好意思啊 不小心的啊 在对着纸扎人一番道歉后 老黄这才安心地转身离开 可她刚刚来到转角处 男原本出现在祠堂里的纸扎人 竟然如同长了腿斑 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然而神经大条的老黄并没有多想 到了晚上妻子和老黄大吵了一架 因为她觉得老黄近日和自己的妹妹走得太近 老黄觉得自己十分委屈 郁郁寡欢的她只能来到院子里晒月亮 可此时一个男人吸引了她的主意 这大半夜的 院子里怎么会有一个男人呢 老黄上前询问男人在干嘛 可男人一抬头却直接把老黄给吓尿了 那男人将老黄逼到墙角 突然一束黄色的光将老黄照亮 下一秒她就来到了一个诡异的麻将桌前面 此时桌前三个面无表情的人 正招呼着老黄坐下来和他们一起打麻将 老黄表示自己没钱 女人让老黄打开抽屉 却发现抽屉里有筹码 于是老黄只能被迫和他们打起了麻将 没想到老黄却一直在输 最后竟然直接输掉了自己的肉身 就这样男鬼静止地附上了老黄的身 被附了身的老黄回到阳间 儼然成了一个非主流 可妻子却没有怀疑老公的身份 只觉得这是老公在和自己玩的小情趣 然而她却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被鬼附身的老公 已经盯上了她美貌如花的妹妹 最近妹妹洗澡的时候 总觉得有人在偷窥自己 原来这个人就是老黄 于是两个同样被鬼附身的人 很快就腻到了一起 可心大的妻子却一直没有察觉 这天三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妻子突然听见电话声响起 然而老公和妹妹却表示 并没有听见电话的声响 喂 喂 听电话 什么电话 电话都没响 这么大的声音你都没听见 于是无奈的妻子 只好自己接听了电话 然而电话那头却传来一声凄惨的哭泣声 吓得妻子当场将电话摔落 再一回头 一颗女孩的头竟然出现在桌子上 妻子被吓得大惊失色 老公 那边 那边有鬼啊 哪有鬼啊 那边有个人头啊 电话被你扔到地上 还不捡起来 妻子转身看去 果然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可下一秒 那诡异的电话铃声竟再次响起 又响了 电话被你扔到地上 怎么响 喂 你们别开玩笑了 真的没听见 随后老黄起身 捡起了地上的电话 并安慰妻子定是太累听错了 可妻子刚刚坐下 那诡异的电话铃声竟又一次在耳边响起 电话铃声竟又一次在耳边响起 电话铃声竟又一次在耳边响起